今天洛杉矶湖人背靠背对战器材 詹姆斯再次发挥优异 24投12中以50%的超高命中率 狂砍31分四板九助攻 一名39岁的老将背靠背连砍30加 并且命中率均超过50% 堪称是老夫疗发少年狂 不愧是四届FMVP的现役真神 虽然今天没能完成4万分的历史记录 可好饭不显晚 区取9分 下一场比赛100%可以达成 如果本周日在破掉4万分记录的同时 能够终结队绝筋的连败 打破胡人队的心魔 那体验将是绝杀 但想要战胜绝筋 以今天打奇柴的状态 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要看粘梅双合 何侃7次1分19万43助攻 可打一个防守效率 联盟倒数第一的烂队 都没能一鼓捉气顺利拿下 这充分体现出了胡人打球专注度 不够的弊端 而且这种现象 从上到下 从球员到教练都有 都拼到最后时刻了 比分如此接近 那哈姆教练还要修一把操作 给詹姆斯拿下 挟了两个回合 这一挟 就挟出了一个加斯赛 如果不是加斯赛的詹姆斯 玩了老命 追身封盖 赢着库子马 极限三分 这比赛 指不定就要阴沟里翻船 这就是胡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欲强折强 欲弱 占弱 打谁都能打得十分热闹 球员拼得气喘吁吁 球迷看得心惊肉跳 唯有哈姆教练 双手插动 自信而优雅 完事之后 伸长公益名 我看到经常有球迷讲 很多铁匠型球员 一遇到胡人就神准无比 比方说今天的乔丹普尔 跟斯蒂芬一样 同样是26投 竟然比体系名处 还多拿了三分 由此可见 胡人在防守端做的有多差 你经常给机会 小铁匠不爆发都难 今天的棋台虽然输了 可运动战命中率 分别为51%和41.5% 胡人的防守 总是时紧时松 不具备延续性 那么一旦在最后阶段 自己的三分弊端暴露 对面的投篮手感大开 比赛就会打得非常简单 只能靠詹姆斯和农梅去打英雄球 赛季的搜冠阶段 胡人需要有更强的紧迫感 4万分的荣耀 只有安占胜利的皇冠上 才会显得更加有意义 不过赢了就是赢了 截止一战过后 胡人距离西部第八的国王 只差1.5个胜场 冲进前八 乃至获得几乎赛直通车的资格 并不遥远